各位朋友晚安 歡迎來到PTE鄉民有約活動 我們是PTE實驗房團隊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劉智欣 鄉民有約活動已經進行到了第七場了 謝謝大家的支持 這個活動的舉辦是為了擴大PTE線上能影響力 到線下解決所謂平行世界的問題 在未來我們會不斷的邀請話題人物來到這邊 用一個小時的時間回答所有鄉民的問題 今天的來賓就如同你所看到的 是我們台北市場候選人柯文哲柯先生 歡迎候選人 各位鄉民大家好 大家好 心情還好嗎 沒有什麼好不好 保持呼吸狀態而已 好那就好 今天我們責任很重大 上一場的活動 觀看人次已經超過YouTube上面的17萬人次 同時在線上收看的人次 在禮拜一的時候也突破了4萬人次 所以今天的責任的確相當重大 先跟大家解釋一下如果有新朋友加入的話 我們今天要問到的所有的問題 來自於所有鄉民所投票出來的 今天晚上要面對到的是18000多個人次的連署 然後達成了241個題目 我們要在一個小時的時間之內回答大家的問題 所以這邊沒有名嘴沒有打臉 只有你們的問題還有候選人的答案 接下來這一個小時的時間 希望我們過得很充實 也希望我們的候選人可以扎扎實實的正面回答問題 可以嗎 可以 第一題準備開始 好 這個題目來自於1300多個人的連署 請問 柯先生你們會如何處理愛國同心會長期在台北市101 暴力攻擊並侮辱法輪功學員的事情 我想是這樣 自由與不侵犯台灣的自由為患 這是基本常識 如果我是當台北市長 我就把那個信義分局長叫來 我說如果再出現 我在YouTube看到那種叫不消打人 你知道嗎 那你就準備犯人 那當然分局長就問說那我要怎麼做 我說你要擬個案子上來啊 我們就看看怎麼解決 通常外科醫師是這樣 先決定結果 再決定要怎麼開刀 所以通常我要看到就是 我不希望有那種叫囂打人 不過大概簡單方法是這樣 你就把那個101前面的廣場 抗議區給他隔開 對不對 然後再加個分辨劑 你要抗議就在裡面抗議 太大聲也要處罰 打人要處罰 這樣就解決掉了 我倒覺得是這樣 政府還是要有公權力的 就是說一個市長還是要 還是要保障人民基本的權利 所以我方法就是 我直接跟信義分局長講說 我不希望再看到這種 打人的局面 違反自由 違反這種人權 你要想辦法 你一個案子上來 我看怎麼處理 我大概都想好 大概應該怎麼處理 那給他做下去這樣 這樣就好了 這個問題有點複雜 因為半年之內 你捲方已經用傷害罪跟公然侮辱罪 來起訴愛國同心虧了 可是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不知道這個情況您知不知道 不過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已經起訴了32個 為什麼都還 哪有那麼多人可以讓我們起訴 我聽起來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是這樣 是司法單位起訴不辦還是這樣 所以您會怎麼做 還是那一句話 對我來講 就跟信義分局長 我再看到就把你翻掉 所以就是分局長 那解決掉 因為是這樣 有時候不是說殺了人 再把他抓去起訴 當時就要阻止他殺人 了解 好 第二題來自1200多個人的連署 您是否支持警察及消防人員組公會 這一題前幾天也有回答到 這蠻有趣的 我在台大醫院的時候 我們也有在說 台大醫院要組公會 後來發現說我們台大醫院 公務員的部門只能組協會 那些約聘過才能組公會 後來我說這怎麼那麼奇怪 他說就是這樣 不過我想這樣 如果是 因為我現在不太確定 是不是所有的警察跟消防人員 百分之百是公務員 還是他跟我們台大醫院 也有什麼公務員跟非公務員的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我們台大醫院當時的方法是這樣 我說那很簡單 他們組公會組協會 但是都開聯席會議 才可以達到公會的效果 我想是這樣 如果是消防局的員工 消防員跟那個警察 都是屬於公務員的話 沒有辦法成立公會 還是可以成立協會 我想重點是他的功能 是不是可以達到他們要的效果 到底他名稱不重要 不過覺得是這樣 集會結社本來就是人民的自由 那如果是公務員可以組協會的話 那個協會可以做哪些事情 在那個範圍內 我們還是不能去擋他 還是讓他去組 所以目前他們現行上面有人 因為申訴而遭到免職 然後警察界也有流行一句話 叫做今天公計明天旺季 就是他們的權力其實隨時隨地 並沒有得到保障 那他們的權益在剛剛提到的架構之下 您會怎麼樣去確保 我想是這樣 這也是一種文化 我常常說 有時候雖然法律制度在 但那個長官做的態度偏差 還是可以達到的效果 比方說 你可以組公會 但是我每天找你麻煩 不過但是我覺得我不是那種人 我覺得我還是 基本上我是比較注重人權的人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如果警察跟消防員要組協會 他們該有的權益以為 我們還是給他保障 也不能因為說 秋後算帳 我覺得那是很爛的文化 我都在當市長 應該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您至少會做到 是協助他們組成協會 對 並且利用協會的架構 去確保他們的權益得到保障 對 好 了解 第三題 其實這一題在接下來 很多題目當中有重複到 所以一次問到 第三跟第十七加二十六題 加起來總共是一萬五千多個連數 是關於同志多元成家的問題 請問您的態度是 現在 你現在問我的話 我是贊成 我覺得那個是 人的基本權利 其實在很久以前 第一次人家問到這個題目 我說我棄權 人家說你棄權 我說我是外科醫生 有多少證據說多少事 一開始我對這個題目不太清楚 通常對不清楚的題目 那我不知道 不過後來 他們同志團體還蠻認真的 派了好幾組人來給我上課 上完以後就說 喔 原來是這樣 我那時候還很好心 跟他講說 哇 你要改那個民法 還不用特別法解決 因為那個 如果你改那個夫妻改成兩人 那我以後牽涉到 子女啦 兄弟姊姊姊 整個民法行法都要修改 所以我是主要用特別法 結果他說你不要管 你只要表態就好 我說我是好心 我跟你講說 你不用特別法 你要去改那個整個民法大修 你知道 保證你兩年修不完 不過他說你只要表態就好 我說那表態簡單 我是支持的 支持 然後他接下來問說 如果您當選市長 如何將台北打造成 對各種性向都尊重包容的城市 其實我後來發現 這是這樣 一個社會不要怕有衝突 但要解決衝突的機制 也就是說 有時候 像我自己也有盲點 因為我們在 像我在醫學院 我們當醫生 特別是外科醫生 當了二三十年 我們對器官 甚至性器官 甚至排泄我們都覺得蠻自然的 可是 可是拿到社會上來講 就 擱擱不住 卡住 所以我想這種事情是這樣 就是說 有問題提出來 大家 見過討論以後 再修一修就好了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一個社會不要怕有衝突 但是要解決衝突的機制 所以後來想一想 你知道 如果將來我當市長 那個宿院委員會 恐怕我們要給他更大的功能 而不是這種隨便 這小單位不要理他 我覺得宿院委員會就是很重要 如果讓宿院委員會 可以達充分 充分發揮功能 應當是當一個市長 要去思考的題目 像這種東西我覺得就是說 他有抗議 這個送到宿院委員會 宿院委員會再去處理 再來修正 比如說你行政命令該修的 什麼 就是再來修 所以我覺得應該讓宿院委員會 發揮更大的作用 來解決將來台北市 可能出現的一些衝突 我想不只是在 多元成家 遇到動包 我相信這個社會 還是會有很多衝突 所以我後來 經過這個事件以後 我的想法是 我應該加強 宿院委員會的功能 用宿院委員會來解決 這個多元包容的 因為是這樣 就是說 一個社會不要怕有衝突 但是要解決衝突的機制 所以通常是我抗議 但是要有一個地方 去接收這個訊息 我倒覺得 我們也不要允許說 我們應該有一個概念 政府是可能做錯的 但是我們要讓它有一個 可以迅速改正的機制 這是我的理念 所以我將來會加強 宿院委員會的功能 了解 然後接受各項弱勢團體的 因為是這樣 我倒覺得是非對錯 有時候我們用良心想一想 就說這個對這個錯 所以大概 我想是這樣 只要一個管道的話 應該是比較容易解決這種問題 了解 他最後一個問題是 10月5號 他忙一個活動 是為了婚姻平權的活動 邀請你參加 你會參加嗎 我跟你講 這我都不敢隨便答應 現在跑攤實在太累了 我要看看那個時間有沒有 schedule有沒有剛好 有空我就會去 好 那下一題 現在是關於房價跟薪資不成比例的看法 你的看法是 台北市的房價真的是太貴了 這當然是不正常 我想是這樣 事實上高房價高房租一直是 年輕人最大的抱怨 不過是這樣 這個 我每次說形容說 就好像那腫瘤已經太大了 你知道嗎 你做一個外科醫生 腫瘤太大了 你不要拿出剪刀就開始給他剪 剪到一半你就流血死掉了 所以有時候給他化療電療 小一點再處理 台北市的高房價高房租 這個應該這樣講 這已經是大問題了 所以以前那個什麼財政部長 或誰說什麼 兩年內什麼房價降30% 我一看就知道不可能 你這樣搞一定次貸風暴的 請不要忘記 2008年的次貸風暴 台北市的空房率達到8% 這表示說我們台北市的房子 已經變成囤積商品 這個要處理沒那麼容易 所以我講是這樣 高房價高房租 應該用一個比較穩健的方法 然後花比較長的時間來解決 所以是這樣 我們也沒有保證年輕人 在台北市可以買到房子 不過最起碼要保證 他有辦法租到房子 那也不是太貴 所以我們這次我們的 關於這種居住的問題 我們的政見有幾個 一個是只租不賣的公共住宅 要達到5萬戶 然後希望說至少讓他有地方住 當然其他一些什麼 包括公辦都庚 公辦都庚跟只租不賣的國宅 希望提高一個供應量 另外一個我們還是要想辦法 把台北市8%的空屋擠出來 我相信如果8%的空屋擠到市場的話 租屋市場的價格就會掉 當然這個很多 我也查過很多原因 為什麼會這樣困難 因為事實上會 你說要補助那個租屋津貼 可是那個常常會拿出來租 拿出來租人家 不是頂樓就是地下室 反而是不太合法的 所以不合法的租屋 他是沒辦法去讓你去接受那個租屋補貼 所以很多想法可能 我也想可能要成立一種 台北市政府要自己出來當二房東 就是說有些租屋經過他再來租 可能要解決辦法 所以台北市政府來當二房東 然後提高一些租屋的補貼 因為我那時候算過 目前是6萬戶 我們有6千戶在接受租屋補貼 希望可以增加到1萬6千戶 我那算過每一個月補簽5千塊 一年大概是6萬塊 1萬戶的話大概是6億 所以大概 如果我們大概6億的支出 可以讓租屋的補貼 從6萬戶增加到1萬6千戶 所以我想是這樣 台北市的房價房租 高房租高房價 也不是一天一夕可以解決 所以透過租屋補貼二房東 然後把空屋逼出來 到那個市場 另外 公辦都庚跟那個 紫珠不賣的公共住宅 達到差不多5萬戶 當年講說為什麼要5萬戶 因為算過 大家超過5%以上 才有達到那個破壞房價的效果 紫珠不賣這個策略 不是只有您提到 那另外一方面也有其他人提到 但是他提出了不同的執行上面的方式 因為紫珠不賣常常會造成一個 特定區域裡面都是比較所謂社會住宅的區域 那那個區域又屬於社會中比較弱勢的區域的時候 那個地方就變成不是大家喜歡居住的地方 可能會衍生很多社會問題 就紫珠不賣這件事情 您想要提供5萬戶這件事情 真正的執行策略是什麼 這也是為什麼要講5萬戶 因為我有看過聯繫的證件 事實上是這樣 如果你那個數量不夠多的話 你變成那個弱勢優先 那真的變貧民窟 所以如果數量夠多 比方說在平均收入50%以下 就可以來申請的話 他就比較來租的人不是那麼低設計地位 就比較不會變成貧民窟 另外一點是這樣 政府是這樣 政府在行政的時候 你為什麼你公共住在 人家把它好像蓋到變成貧民窟一樣 就是那種設備很差 我覺得是這樣 如果你一開始在設 所以為什麼當時我們也講說要5萬戶 因為5萬戶才可以避免說它變成貧民窟 另外在設計的時候 那些配套措施 托護所、養老所 一些東西的設計 也要讓它設計都不是那麼差 因為如果一開始說 好像政府要來蓋貧民窟 當然大家會反抗 所以就是這樣 有時候是這樣 量變會產生質變 所以當時為什麼我們一開始講要5萬戶 因為5萬戶以上 才不會說變成貧民窟 另外一點在品質上 政府一個程度上要控制 也不要讓它變貧民窟 也就是說 事實上在規劃上面 政府還是要有一定的力道 一定的規劃 才不會讓它變貧民窟 在國外的案例上面 政府要有力道 代表它要有籌碼 尤其是加上勾曼圖跟這個手段的時候 國有土地變成一個很大的籌碼 台灣 台北市特別是台北市 現在面臨到問題是 當有國有土地要拿來做建設的時候 追求的是最大容積 所以它有最大的收入 然後接下來就會 所謂的大家所稱的賤賣國產這件事情 它沒有辦法去控制 蓋出來的住宅的品項 它的品質等等 如果要做到像您提到的 社會住宅 但是又有品質的社會住宅 有些人會提出住商混用 或是所謂的 像荷蘭的案例 它就是一般的社會住宅 以及中價位的 以及高價位的 都在同一個社區裡面 於是它就是一個很好的多元的社區 政府在利用一些租稅上面的優惠 會去達到不同的實驗性的 比如說綠建築 比如說行走的區域等等 這些東西在國外都行之有年了 可是這個前提是 台北市政府面對 市有財產的時候 是不追求利益最大化 只追求收支平衡 然後讓社會福利能夠上升 這件事情您有考慮過嗎 這件事情你覺得台北做得到嗎 當然做得到 因為事實上是這樣 你剛才講那個就是說 住商混了 或是說在同一個地區有沒有 高價位中價地價分在一起 事實上我們是這樣 一般常常 比方說聯合開發 你知道 地主拿70%的地 或是說政府分30% 那30%又給建商蓋再分15% 那剩下15%的就是政府的 你那政府過去就直接就賣掉 直接賣掉的話就出現那個局面 可是如果你沒有賣掉 你要作為社會住宅 那是政府可以控制的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只要政策方向確定以後 還是可以做到 所以這樣如果是這樣的話 一般政府在變更地幕 分開土地有沒有 如果我們都給它用在社會住宅 這樣就會出現那個說 高價位中價位低價位 都分在一起 就不會出現說 一區全部該低價位 變成平民庫 沒有錯 所以是這樣 只要政策方向確定 搖緊牙關 就堅持政策 是可以做到的 因為這件事情 為什麼要特別問 是因為現行台北政府 其實有這樣子的目的在做 所謂的社會住宅 跟公辦獨根 但是常會出現所謂的弊案 那候選人您覺得 如果您上任之後 您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可以跟現任的不一樣 然後您辦得到 就是堅守這件事情 而且達到最後的目的 並不會出現 一些特定的利益團體 得利的狀況 事實上貪獨 本來就是一個 我想在過去這幾年 我們來回想一下 台北市政府 不管是美核四案 太極雙星案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弊端 我們也是說 一個2千 一個7百億 總派馬通過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議會 都市發展局 都市更新處 評審會一路通過 用閩南話來講 全都很壞 我自己也在發現 選舉費用太高 正是政治敗壞的開始 選舉費用太高 這錢從哪裡來 主要就是建商給格 你都平常說一下政治先進 那你以後怎麼會兇人家 不太可能 所以我都覺得 從選舉費用的下降 就可以一個程度上 可以開始改革台灣的政治 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這樣 一個程度上 政府還是要防閉 我還發現要提綱竊領 什麼叫提綱竊領 你知道 如果你讓那些一級主管沒有罵貪污的話 這些一級主管就不會讓底下人貪污 這叫提綱竊領 因為人的心態都是這樣 老闆都沒有拿錢 底下怎麼可以拿錢 我還發現 我們那個陽關法案為什麼會失敗 你知道 太多人 聽說監察院要公報財產的要10萬人 那我就知道這一定會失敗 如果是我的話 你知道 我只要求先處理一級主管 一級主管的財產全部要申報 然後每年要做登陸 這申報就是說 包括自己跟太太配偶跟未成年子女 全部要公告 如果你每年要公告 你知道 奇怪 這個錢有財產來源不明的問題 就要問他為什麼 所以他覺得是這樣 Hocus 集中 處理一級主管 不要像以前打那種物賊戰 物賊戰貪圖抓不起來 所以是這樣 一級主管財產要公告 每年申報 如果財產有來源不明必須說明 還有一點我們要做到 我們現在所有一級主管 他的刑事例 要按照標準格式去做 全部要登陸 意思就是說你在上班期間 你見了哪些人 這東西要統一的目錄去歸公登陸 這有什麼好處 這就公開透明 如果他們不願意配合 那就換人 有什麼困難 一級主管說我決定 你要幹就幹 不幹你回家 就這樣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政治是由外而內 由公而私 意思是什麼意思 政治上的處理原則就是 你不要打高空 不要講那個你做不到的 一級主管說我認命的 我為什麼沒有辦法管你 你要做就做不做回家 所以我當然可以管你 按照我的標準做事 所以要求他們公告財產 而且行事例全部公開 對 確保一級主管的乾淨 然後去實施 剛剛所謂的那些公辦毒根 然後住商混用的 其實這要一級主管乾淨 由上往下就開始乾淨 這相信 我也當過30年公務員 我非常清楚這種道理 還有人追問說 除了出租室的社會住宅之外 您還有什麼方法去解決現在 青年人沒有辦法購物的問題 我覺得是這樣 這也要很明白的講 購物 我認為台北市的房價在短期內不會下降 所以購物我反而沒有辦法保證說 你一定可以購物 所以是這樣 如果你要到淡海到林口去購物 也許還有辦法 你在台北市要購物 這個要很誠實的講 短期內走不到 因為那種 因為除非實施那種 文化大革命的那種鬥爭方式 台北市的房價不可能突然掉下來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房價先把它撐住就好 讓保證要租房子有地方租 讓國民所得慢慢拉上來 將來再把房價問題解決掉 所以台北市的房價問題 我問我的話 用十年二十年這種態度去解決 你不要分享兩年三年可以解決 當你有那個想法 除非你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 不然不可能 所以你的回答是可能不太可能 不可能 我沒有辦法讓你購物 我只能保證讓你租屋 OK 其實我當完市長也是能做到這樣 如果讓你購物 那可能要做到十年後二十年後的事了 了解 好 接下來要問到的是關於摩托車的事情 有大概一千一百多人連署 主了三個題目是關於摩托車的 對於台北市摩托車騎士的處境 了解嗎 我知道摩托車是這樣 其實在很多大城市 我在美國留學的時候 很少看到摩托車 你知道 我到中國大陸的大城市很少看到摩托車 所以事實上摩托車算是台灣的一個很特殊的現況 他們面臨什麼問題 第一個 第一個是這樣 摩托車也沒有專用的車道 對不對 另外一個是也沒有地方停車 事實上我在台大醫院後來發現 我是當過創商醫學部指揮當了五年半 其實外商最多就是摩托車 所以所有交通工具裡面 史上最重的是摩托車 所以摩托車雖然有它的方便性 但它的確相當危險 但是也因為它的方便性 讓大家不願意放棄 我倒覺得摩托車政策是這樣 也是一樣 大雨至水的概念 你不要想去 把那機車停車格拿掉 幹什麼讓它沒地方 讓它變成不能騎車 這不是好方法 如果你的大眾公共建設 弄得很好的話 它就沒有理會去做摩托車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 摩托車政策是這樣 應該是台北市還是 我們沒有刻意去讓摩托車去怎樣 而是努力的去改善整個台北市的公共交通 有沒有具體可以改善的措施 我倒覺得摩托車是這樣 做一個醫生 因為我發現 在目前我們外商裡面 摩托車的確是史上最重 所以我如果是當台北市長 很簡單 摩托車所有造勢的地方 一個統計報表 我就一樣 我們英文叫RCA Look-Course Analysis 根本原因分析 你每個摩托車造勢的地點 時間地點原因有沒有 我們還是想辦法去把 摩托車的死傷降低 也就是說讓摩托車來台北不是那麼危險 傷害那麼大 但是還是努力的去改善整個公共運輸 讓摩托車其的意願會下降 但是一樣 我的概念是這樣 就是說政治革命分階段 你不要幻想一次就可以解決 所以如果當台北市長 第一 我要想辦法先降低摩托車的傷亡 這很簡單 你只要收集過去兩年資料 容易造勢的地點 原因是什麼 想辦法給它降下來 很誠實地降下來 先把傷亡降下來 但是方法是什麼 我還不知道 因為不知道情況 因為我覺得是這樣 這也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用科學 科學來解決問題 我從來講為什麼海量資料很重要 如果收集過去五年 台北市摩托車傷亡的原因 資料給它列表去分析 應該很容易可以找出降低傷亡的方法 有人說因為沒有路權 這是原因之一 因為我們 這不僅是 因為我是騎腳踏車的 我就感受很深 U-bike最大的問題 不是腳踏車 是沒有路權 你不是騎到人行道去撞 人就騎到快車道被撞 所以你怎麼解決 腳踏車跟機車的路權問題 腳踏車是這樣 這也是一個大問題 我們大概有個政策是這樣 台北市40米以上的腳踏車 一定要發出腳踏車的專用道 所以腳踏車大概可以先解決 至於機車 原則上 機車跟快車道還是要分隔線 所以如果路面過寬的可以解決 所以我剛才回答 40米以上的道路也許有辦法做 40米以上的道路多嗎 不多 所以只有我們台北市幾個大棋盤的可以解決 至於說40米以下怎麼辦 好問題 我還沒想出來 很誠實的告訴你 我還沒想出來 好那這 一千多人就是 他會在想的意思 這我完全是這樣 這個問題我問過專家 那些專家也是想不出來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革命分階段 至少我們今天很清楚 台北市40米以上的道路 自行車、機車跟快車道是要重劃 要給它專門的路權 至於40米以下的 那怎麼處理 好問題我要再想 下一題是關於台灣年輕人面臨的困境 您要怎麼幫助年輕人突破困境 這問題很大 太大 可不可以請您提出具體的東西 因為大家會認為可能 不知道您的個人條件的關係 不知道您對台灣青年困境有怎麼樣理解 您有沒有辦法推出具體的解決方式幫助大家 我倒覺得是這樣 他 我做個人的政治理念 你知道 我覺得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 老百姓喜歡做給他 老百姓不喜歡拿掉 聽起來很空泛 我倒覺得這樣 年輕人來講 他要的是一個平台 在這平台上面讓他很容易去運作 所以不要想說 我舉個例子 有一次我去那個原山公園 我去看那個在即時行的 一大堆那個年輕人的文創 文創的小店 我現在看來看去也看得到一個小時 如果是我去處理那個 我會怎麼處理 infrastructure 比方說 我們能不能提供他 法律顧問 會計顧問 還有那個 共同的行銷幫他做網頁 還有能不能讓他可以刷悠遊卡 可以刷信用卡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當然是 應該是這樣 一個年輕人創業 他會遇到哪些困難 把那些題目列出來 政府要做 就把他的困難解決掉 讓他在一個平台賽可以容易運作 這些其實現在政府都有提供 可是是成效不這樣 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有一次我去台南大學問他 他有一個育成中心 他說他們是表現很好 問他說為什麼你們可以做得很好 他說因為我們都不申請政府的補助 可是你接下來當台北市長 這表示什麼 那補助的方式要簡化 我們常常在補助 他說我為了申請補助 來顧兩個人寫那些報表 成本就多上升多少 所以團隊現在有推出新的補助方式嗎 我大概覺得是這樣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我們政府長期來 在除弊跟興利 除弊的力氣用太多 搞到那個就每一個都在認為人要做壞事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如果採用責任制 比方說你去負責這種青年創業 這種Leader 你不要一直 就是說你不要老是認為每個人來申請都來騙錢 如果他態度可以改變 然後用那個 也是用那個說 他將來可以賺多少錢有沒有 回收大也可以說 我想是這樣 相信一個人 然後給他做一兩年 要相信每一個人不是會擺爛做壞事 要有這種概念 然後把一些該簡化的要簡化掉 如果還是按照目前的申請方式 不會成功的 所以還沒有具體的新的 但是我大概原則上很清楚 就是要把整個申請的方式要簡化掉 好 您有水可以喝嗎 可以 好 這樣 休息一下 因為剛這樣子聽起來還是 除了簡化之外 其實還沒有具體的政策 因為怎樣 我不認為 我不認為年輕人跟老年人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年輕人的創業 難道跟中年人的創業會特殊嗎 不會 所以還是那個 他在創業過程當中 可以遇到困難 不過還是這樣 我們這樣還是要解決創業的困難 事實上整個大環境的經濟學 還是中央政府在管制 所以大概台北市政府能做的 就是建立一些比較好的平台 讓大家在上面比較容易運作 所以人家每次在講政見 我認為 改變台北市政府的企業文化比什麼都重要 所以內修 就是說 你想想看 我以前在研究都更 研究很久 後來發現說 如果一個申請的都更案子送進去 大家跟你講說 有通過沒夠 要等七年半的話 什麼都更計畫都沒有用 但是要改造整個市政府 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不會 我跟你講 我每次都說 同樣跟中國人 在上海隨地土壇 到新加坡突然好掉 所以我都認了 人家說 我真的很相信 風行草原這一句話 所以 我以前也在外面出去 外放當過院長 所以我知道沒有那麼困難 我了解您非常有資金 您可以做得到 那您怎麼樣說服選民們 覺得您做得到 我覺得是這樣 有時候 當然一個人 要成功 要看他的check record 就是他過去的歷史 事實上 我過去 在一屆 我做的案子 都很成功 但是 這裡是人家說到 您過去的經驗 都是有在一屆 這樣子人家要怎麼知道 您進入政界之後 是做得到 其實 後來發現 萬流歸宗 原理是都差不多 您覺得原理差不多 因為科學的管理方式都差不多 要解 下一題是 關於現在很多 超時無薪加班的問題 您有辦法解決嗎 您的解決方式是什麼 我覺得是 超時無薪加 這就是剝削勞工 我覺得還是這樣 依法行事 該怎麼做還是怎麼做 所以是這樣 我後來發現 台北市的勞動檢查 還是沒有達到效果 所以如果讓勞動檢 台北市對企業的勞動檢查 市政府執行的勞動檢查 有沒有達到效果 這要去環檢 什麼叫做達到效果 後來發現 理論上 一個他的工作環境有沒有 如果一個有效的勞動檢查 他不應該出現這種局面 這表示我們目前的勞動檢查出問題 問題是什麼 很簡單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大概今天跟工會的那些會員談過 你知道 出問題在哪 就是說 一樣 事實上 事實上我後來跟那些工會的會員說 那這樣好了 最簡單的方法是這樣 你們覺得哪些要改 你們去進行一個案子 我們出來看看再修改 所以表示目前的勞動檢查 不能非常有效的達到解決這種問題的效果 那我們還是不知道問題是什麼 對 所以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你知道 我每次說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你有想要解決它才有辦法解決 你沒有想要解決它才不會解決 那更重要就是說 你要聽人民跟聽專家的 有Feedback 有那個當事人來提供意見 然後再做成政策最有效 所以您的具體回答就是 你會去聽工會表達意見 對 我跟他講說你們開始 過年目前台北市勞動檢查有沒有 你覺得哪些要修的 我跟他講說可操作才叫SOP 是但是這個大家都會說啦 就是會去聽議見 可是我想今天大家想要評論是具體的做法 可能是什麼 這也是這樣 這也是明白講 我為什麼講說態度比知識重要 你知道 因為有世間的選擇在態度 你現在從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員工將近八萬名 你知道 每一樣你都要問市長會不會 不可能 市長要保持這種態度 Open的態度 然後要面對問題 例如追蹤 怎麼去一個追蹤制度 所以表示說 傾聽人民的意見 那有 做成那個決議案 那去追蹤 我只要負責去追蹤完成 所以我要做的是建立一個機制 而不是市長什麼都會 我倒覺得 長期以來我們對市長的觀念 恐怕 不太正確 我覺得政治人還是要走下神壇 不要把裝神弄鬼 好像自己什麼都會 不可能 下一題也是遇到 可能是您當市長之後 會有的很大的挑戰 是如何跟議會達到平衡 這個沒有什麼困難 我跟你講 我在台大醫院當家務病房主任 外國家務病房主任 其實我發現 最難 常常遇到那種不理性的家屬 你知道 我們都可以應付的 更何況是議員 我倒覺得是這樣 所以議員是不理性的家屬 如果遇到很難溝通 你就把它當作不理性的家屬 所以我發現 同樣的道理就是說 其實原理是相同 我發現以前有醫療糾紛 醫療糾紛 你不要看家屬罵很兇 如果醫生真的願意去面對問題 坐下來開始跟家屬講話 聽他罵 80%會解決掉 可不可以回到議會本身 一樣道理 這些議員有反對的意見 通常是這樣 市長避不見面 派人去溝通 那不會解決問題 市長就這樣 你有什麼問題 我們之後再開始討論 通常幾次 我不敢說百分之百 80%會解決 我在台大醫院 處理醫療糾紛的經驗就是這樣 所以我每次說 態度比知識重要 這是我的經驗 這樣子 你要怎麼整合在野力量 因為選舉的時候 就已經很辛苦了 選舉辛苦跟在議會運作 這兩個沒有邏輯上的關係 那在議會上面會遇到什麼困難 你有什麼樣準備 要做到議會上面的調整 所以還是一樣 公開透明 就是說任何一個東西 你要做之前 智慧大家 讓大家心有準備 有問題就趕快提出來 我每次說開會 開會是補長跟蓋章用的 不是要討論問題用的 真的到開會的時候 才一直討論來不及 所以事先的溝通 就更重要 但事先就沒有公開透明 所以就完蛋 所以我的態度不會這樣 我要送出去的議案 事先就跟你們講 我們要這樣做 所以就是這樣 communication 溝通是很重要 他的意思就是 您要怎麼做到好的溝通 然後所以達到議會平衡 包括在野地那樣 其實沒有什麼叫好的溝通 跟壞的溝通 通常願意溝通 就已經達成一半效果了 所以只要願意跟那些議員溝通 你知道 我不敢說百分之百解決問題 百分之百解決問題 這是我過去的經驗 所以過去議會 台灣的各地的議會 如果出現問題 就是因為他們的首長 您覺得是不願意溝通的 不是因為議會本身有一些問題 沒有 我覺得是這樣 一個是不願意溝通 一個是意氣用事 還有一個是什麼 通通都有問題 你想物太想物 常常是通通都有問題 所以就是很難 所以是這樣 如果有來一個市長 他也不是來撈錢的 也不是我們家想要幹什麼 那就比較好辦 然後他繼續問說 在沒有政黨的支持之下 您要做協商的時候 您有什麼樣的原則 因為通常所謂的協商 代表很多的交換 有沒有什麼東西 是你絕對不會交換 你要不要承諾一下 我覺得這樣 人火在世界上 每天都要跟人家做交換 什麼是你不用拿去做交換 那叫核心價值 是什麼 還是要正直誠信 我覺得是這樣 當然是非對錯善惡 還是有一定的標準 很多人用dilemma來卡 這個還是有兩難 相信我 其實我們在加護病房 dilemma不會超過 所以兩難的不會超過5%的 百分之九十的狀態下 是非對錯很明顯 所以我自己行 所以我每次說政治沒有那麼困難 找回良心而已 那你問我說 那5%怎麼辦 那很簡單 那叫倫理委員會 那就一個一個一個 所以還是那句話 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不要怕有衝突 但是要決決衝突的機制 他下一個問題就是說 您沒有任何關於政治方面的經驗 他要怎麼樣相信您可以升任這些工作 尤其是關於跟議會的合作還有溝通 我想是這樣啦 一個人過去的所作所為 也是給人家 當然這也是很難就是說 其實to see to believe 看過才相信 我也非常誠實的回答說 不過是這樣 很多人當總統也是第一次當 所以他是連任你知道 不然他也沒有當過總統 因為我知道他可以當總統 所以有時候是這樣 這也是說政治上 也說只好就是說 看起來比較可能 也是只能做到這樣 這是大家常常提到的 就是您沒有政治上面的經驗 關於這一點 因為貴團隊常常帶您做功課跟上課 這方面您有做什麼樣的準備嗎 主要是要讓大家對您有信心 因為您對自己非常有信心 可是現在就是有些人 一直不知道您的自信哪裡來的 我想是這樣啦 信心是這樣啦 還是那一樣嘛 就是說你過去你自己所作所為 你有沒有自信 不然你再講說你成功都是在一屆的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啦 你要籌組整個台灣的器官捐贈移植登陸系統 你要跟台灣幾十家移植醫院溝通 所以我想說如果當年有辦法 讓大家都同意採用共同的表格 大家同意一個分配規則 至少你要相信我這個協調能力應該很厲害 真的 我跟你講其實醫生很難協調 我跟你講絕對比議員難協調 相信我 所以這是您現在的認知就是議員沒有那麼難協調 不會啦 我跟你講其實人與人之間 出於善意大部分還是可以解決 好 下一題 醫療除罪化 您覺得呢 醫療行為除罪化 當然是所有台灣醫界的期望 但是我也知道 在目前的階段還是做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目前全世界醫療除罪化之後 北歐國家才做得到 醫療除罪化有兩個條件 一個是賠償的機制 就是保險 就是說如果有出現非疫情的風險 有一筆錢去幫他賠 那這個簡單 這只要大家講好 健保局分配多少 然後病人分配多少 醫院分配多少 這個還有辦法醜 可是下一題就很難 北歐它的嬰兒死亡率跟產物死亡 全世界最低的 為什麼 因為他沒死一個有出錯 政府國家替你賠錢 可是他把那個醫護人員叫過來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 所以大家能夠很誠實的回答 再去修正那個制度 所以那個死亡率可以很快下降 現階段 台灣如果要實施醫療除罪化 保險沒有問題 賠償沒問題 可是因為我們還是不負信不負量 我們沒有辦法讓大家很誠實的說出問題所在 所以那個出錯率沒有辦法很快下降 很快那個保險金就賠完了 所以我偶爾要很誠實的講 醫療行為除罪化是我們的夢想 所有醫生的期望 但是這跟國民的水準有關係 所以目前我想要這樣 如果醫療行為除罪化 只有那種生產或是外科開道 風險比較大的 這個先部分處理 但是要整個醫療行為除罪化 我也很誠實的講 現階段做不到 做不到 下一題 太陽花運動 學運的時候 如果學運這樣的東西 再次在台北街頭出現 因為同時它會影響到很多人的社會上面的權利 比如說路權等等 不方便這些事情 作為一個市長 你會怎麼樣處理這樣子的東西 你會採取什麼樣的公權力 對我來講 你知道 我覺得國家還是有公權力的 所以紅線我還是會畫很清楚 可以怎麼做就怎麼做 你站了立法院那都算了 可是打進行政院 這恐怕就 因為打進行政院如果還 這個就有點超過那條紅線 所以對我來講 紅線我還是會很清楚的畫出來 所以您的那條現在行政院跟立法院 這個就是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我事先會講清楚 事先講清楚 你要不要現在講清楚 我覺得是這樣 其實中華民國 那些立法院都不上班一個月 我們都不會感受得到有什麼不一樣 可是行政院停擺一個月不得了 所以是這樣 我倒覺得這樣 我倒覺得這樣 在事件發生的時候 如果是 不過這哪一個很 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都沒有拿出來討論 是 警察有沒有 事實上分量 一個是保安警察 一個是台北市警察局的警察 保安警察是警政署長管的 對 但是台北市警察局的警察是市長可以管的 但是我們在這兩個的分工 一直沒有講清楚 在處理學生運動 所以我說 稍微是方養玲那個事件 你知道 到底是台北市長下令的 還是警政署長下令的 我倒覺得如果當台北市長 我很願意把這個問題拿出來 大家講清楚 到底處理學運有沒有 是誰的責任 對 如果是台北市警察局的警察 只處理治安 交通 那這個 這個學運就不干我的事了 是 學運不干您的事 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不負責 我只負責治安跟那個交通 我沒有負責鎮壓 鎮壓暴動 那是保安警察處理的 他應該會跟你聯絡吧 不是 我跟你講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倒覺得這樣 長期以來 我們常常在政治上就是模糊 我倒覺得這種東西 到底 保安警察跟市警察局的警察 指揮權工作分配 真的 因為台北市政府跟中央政府 要有一次很明確的講清楚 你覺得現在是沒有講清楚 現在是沒有講清楚 我就講 那天 那天鎮壓行政院的那個命令 到底是好龍斌知道 還是警政署長下令的 現在就變羅生門了 他接著問對於公民覺醒運動的底線 你有沒有心靈感 對於公民覺醒運動的底線是什麼 這條題目我聽不太懂 其實我也沒有聽很懂 那他就是這樣說 那就跳過去了 這個若P則Q 若P錯誤Q 不管打對或錯都是算對 所以您決定跳過去 跳過去了 聽不懂 題目聽不懂 當然跳過去了 下一題沒有辦法跳過去 好 來 對於連勝文 您最認同 欣賞或肯定的一點 這個我聽得懂 所以你一定得回答 沒有啦 我覺得連勝文在基本上 還是蠻有禮貌的 我覺得他還 我覺得他是一個有 如果叫打平眼 一個有教養的小孩 一個年輕人就這樣 沒有更多 沒有啦 他就是還蠻有禮貌的這樣 您怎麼知道他有禮貌 他至少蹲下去 彎腰下去 都還裝得蠻像的 這個 我都還做不是那麼好 什麼意思 老夫講 老夫講 我們以前在台大當醫生 還是被人家拜託慣了 我發現 我就還是少掉那種親切 我發現他都比親切感比較好 對啊 所以那個也是有一個優點 所以禮貌跟親切這兩回事 你覺得他是很有禮貌 因為他很會裝得很親切 這是你的意思 你不要這樣問 這樣問得太狡猾了 沒有啦 我覺得是這樣 我到我看起來 他就是蠻有禮貌的年輕人 這是值得肯定的 我覺得還不錯啊 至少不是那種很高傲的人 他不是一個高傲的人 我覺得還是 我是不覺得啦 醫生也不能講病人 壞話好不好 拜託 下一題 可以喔 喝個水 不用你繼續問 大陸客在台灣 如果違法的話 你怎麼覺得 你要怎麼處理 當然是依法行事啊 這個 因為難道大陸客 跟美國客 就有什麼不一樣嗎 依法行事 就是底線 好下一題 如果你要出來選市長 你會不會換了一個位置 換了一個腦袋 這個問題 請您具體的說服大家 我倒覺得這一句話 我很有意見 換位置本來就應該換腦袋 為什麼 因為你是對那個位置負責 所以你在位置上想的 如果你是當台北市長 你要記住 你現在是台北市長 是全台北市的市長 不是某一個幫派的市長 或某一個黨派 或是某一個財團 所以我一直覺得這一句話 我們常常說 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 所以你要換成什麼腦袋 你就是全民市長 你的邏輯思考 是全部台北市民為範圍 你覺得你現在有了嗎 我覺得慢慢有了 慢慢有了 什麼時候會有 快選舉 至少是這樣的 至少我的邏輯思考 不會很偏說 一個意識形態的這種被幫助 至少我覺得 我相當程度已經逃脫了那個限制 可是大家都說 你講到什麼都提到醫院的事 對啊 那是過去的經驗 人的行為還是受過去經驗影響 對 我倒覺得當醫生 是我來當政治人物 一個最好的一個資產 你知道 醫生有沒有藍綠 沒有啊 你邵小鈴需要幫忙我看 你連勝中槍我也是看 阿扁有拜託我也是看 所以我就覺得醫生的立場是 他是病人他需要照顧 他需要治療 就這樣 我倒覺得 也許在這一刻這一秒 台灣最需要的是這種政治人物 就是以人民的需要為需要 然後您覺得您是 我本來就是醫生啊 我只要保持我這種 這種指 所以當然你就看一下說 你是不是把台北市民 都當作病人看待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態度相同是對的 好 下一個 龍山市附近的遊民 你要怎麼解決 具體的方法先給他們 其實這個我真的有去 用力研究 你知道 先先問啊 那為什麼現在不能解決 這就是我們目前政府 這種結構式就是 我們知道 其實龍山市的遊民要解決 絕對不是什麼 警察局或社會局 單一局處可以解決 一定要跨局處 因為它牽涉到說 你到底要安置 所以那種社會局 文化局 甚至那個警察局 全部要整合起來 所以是這樣啦 一樣 我說齁 事實上 我有排行程 但是還沒去看 你那些遊民 為什麼會拒絕在那 先把他問題寫下來 所以把問題解決了 才能解決問題 所以你現在還不知道 問題是什麼 我大概知道 不是很清楚 因為聽那些抱怨也知道 但是我知道 為什麼不能 沒有能力解決 就是因為 每個人都本位主義 龍山市的遊民 一定要用委員會的方式 跨局處 至少在市長 副市長的level 來主持一個跨局處的委員會 才會辦法解決 如果沒有這樣做 一定不會成功 因為我以前都發現 它是機制失敗 可是要做到那個level 通常那問題要很重要 可能是花博或什麼的 不會 但是龍山市的遊民 這個agenda 會在您的agenda 躲前面 我跟你講齁 這是這樣齁 勤勞的政府 可以做的事情 就越多 懶惰的政府 做的事情就變少 相信齁 我是一個很勤勞的外科醫生 所以如果以後 大家用這個標準來檢視您說 您為什麼先去忙那個 沒有解決龍山市的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齁 一個政府可以做的事 一個政府是這樣齁 如果是 我是老闆 你知道嗎 我就下令說 你給我成立一個 那個龍山市遊民的委員會 一個副市長 其實我後來發現齁 一個市長 三個副市長 一個秘書長 三個副秘書長 你有多少幕僚可以去當專案負責人 還蠻多的 你就找一個 甚至找一個秘書長 或副秘書長 當然副市長是比較方便的 就是說 你給我成立專案小組 每個局處要調人出來 然後 一個月內要提出解決方案 多久 那個agenda要出來 老闆齁 不是自己要做事 當老闆是叫別人做事 盯別人做事 相信齁 這是我的專長 因為這樣的編制已經很久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現在的編制其實大家沒有在做事 其實這是我心中想講的話 好 以後直接說出來 好 下一題關於那個慈濟內湖園區開發案 這個案子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了解 我知道 好 基本上喔 我是比較偏環境保護的人 基本上 因為他從2005年到現在有很多的過程 然後很多方的意見跟認定 現在進入到台北市政府裡面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怎麼覺得 我覺得這樣啦 還是送那個內湖地區的那個都市計畫委員會 去整理考量 但是我覺得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他不要當干個案 我覺得這樣 我們常常 那我也有明白問一句話 如果內湖的慈濟園區通過 那北投的違格怎麼辦 我意思是說我們作為一個政府 你知道 我不要每次拿新個Event 單一事件 它有一個法的一致性 你知道 所以是這樣啦 保護區的政策到底是怎樣 你不能說遇到慈濟 你的保護區政策就不一樣 那遇到到北投換到另一家違格 要申請學校又不一樣 政府還是要讓人民可預測 可是因為支持方會說 他買現在土地的時候 水土保值啊 什麼都做得很好 沒有啦 其實這個問題 大概心中有一個解決方案 如果是 以後直接說 我會跟那個慈濟說 這樣好了 我看哪一個小學 要整病的 我弄一個小學給你 跟你換地 你就不要再去搞那塊地 你有這個權利 沒有 會跟他商量啊 可是你有這個權利 權利應該還是有啊 你那個如果有一個小學 我老實講 我如果當台北市長 其實在前面辦了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清查全台北市的空地 跟那個滴滴用土地 這要先握在手中 才知道你有多少事情要去處理 就是你的抽碼有多少 對啊 所以說有幾個馬上要做的 改變企業文化這很重要 市政府改變企業文化 全台北市的空地要清查出來 然後那個滴滴用地 公有地要清查出來 然後慈濟那個總之你會擋下來 按照 按照 他被擋下來的規則再去審他 對啊 老實講 你現在問我的話 我講實話 我已經損失掉很多票 就是實際的人不會投給我 不過我要很誠實的講 問我的話 我如果保護區就是保護區 這叫原則 你這保護區你給他放行 我就講 那你其他保護區 我怎麼擋別人 我不能說遇到慈濟保護區就通過 別人的保護區就不通過 不可以這樣 所以 大家都聽到了 對 我覺得 我覺得是這樣 你就給我換到內湖的都市計畫 裡面去討論 如果不過 不過就是不過 沒辦法 好 接下來問到的是 道路統一補挖這個東西 怎麼樣確保路平 因為您有針對這個提出一些方法嗎 包括統一登記 同時挖 預牌管線溝 由公務局統一管理這些東西 這個網友問的問題是根據您在提出的這東西上面 他去問到說 他覺得重點不是這些事情 重點是預算的編列 有些人說 是因為預算 必須每一筆錢 在多少金額以下 他就不會受到議會監督 所以他才要每次都分開挖 因為一起挖 預算太大 然後也有些人說 這個預算編列 他想要把每年編列的預算都要花出去 所以他也必須要一直一直挖 這樣子 所以他覺得 您提出來的解決 好像沒有真的打到底 其實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也是在公務機關當主管當很久 我的經驗 一件事情 出錯 很清楚是誰被處分 如果這樣的話 這叫責任政治 如果建立責任政治 問題就解決掉一大半 所以這個責任是在公務局身上 如果這是公務局的權利 他的義務 因為你說統一挖補式的 由他來負責 他有很大的權利 因為全都在他手中 但是 也因為義務就在你身上 以前現在的路為什麼路平會很麻煩 這個挖那個補 搞個兩三次以後 你很不曉得是誰的責任 那這樣就可以 就可以賴你知道 如果是公務局統一挖補 那很簡單出錯就是公務局被處分 還再講一遍 一件事情出錯 很清楚是誰被處分 這叫責任政治 所以未來您上任之後 公務局必須確保 這個道路必須統一的挖補 不會一次又一次挖 然後路平就是真的路平 不會像您說的 花了多少億之後 就是這樣 既然是統一挖補 就是你要負責 對不對 所以是公務局 出錯就是你負責 就是公務局 就修理他 對啊就是這樣 接下來他問到 在您所提到的 台北市政府企業文化改善的時候 關於賭職的公務人員 您要怎麼處置 去促進那個協議循環 他的意思是這樣 我倒覺得是這樣 我常常覺得說 如果當市長的話 我希望 人家說棒子跟蘿蔔 我倒覺得這樣 棒子是放在背後 蘿蔔還是掉高一點 我自己當老闆的經驗 如果這樣 部下沒有榮譽感 純粹說要用錢才能夠引誘 或者說用棒子才能夠做事 真慘 所以我為什麼說企業文化非常重要 剛才回答的問題就是說 不要先把所有公務員 想成是小偷是賊 這樣算沒有辦法做事 我每次說 我最自豪就是我業客和我團隊 全部都公務員 為什麼他可以創造 那種世界級的醫療團隊 榮譽感 很難想像榮譽感這件事情 怎麼創造 很簡單啊 尊重部下 聽他們的意見 讓他們有 我覺得這個也沒有什麼困難 你隨便拿幾本那個什麼管理的書 什麼第五項修煉讀一讀就知道了 沒那麼難真的 我如果過去可以創造全世界最好的醫療團隊 以後也要可以把台北市政府 變成一個全世界最好的行政團隊 答案真的很不具體 對啊我知道但是這樣 等一下就說我們一小時時間就是 打屁也就過去了 怎麼辦 沒辦法 但是這樣 我還是很自豪 我業客和我團隊是世界最好的 好啦 表示說我們是成功過的 好 希望接下來有機會讓你試看看 好 下一個是動畫漫畫遊戲這三個產業你要怎麼做 請具體一點怎麼樣鼓勵他的政策 大概是這樣還是一樣 我在想我們應該是 因為我上次去參加那個動漫 那個世貓那個動漫的那個展覽 我說天啊怎麼會那麼多人來看 所以我後來問一問你 那個產業的產值還蠻高的你知道 但是有個問題 我後來奇怪都是日本的漫畫跟美國的漫畫 所以他覺得這樣 動這個ACC這個問題 一個程度上就是說我們不是希望說這個產業的產值高 而是說它是對我們本國的產業是有用 我們不是只有代理商 所以是這樣 設個動漫博物館 動漫園區 然後怎麼去 還是一樣 這還是要很具體的獎勵措施 這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還是那一句話 如果創造一個很方便大家可以運作的平台 但是這樣 我要想一想 如果那個動漫那個一年就可以 一展期有十萬人去看 表示說台北市真的可以設動漫博物館 甚至動漫園區 不要常態性的 讓它去運作 還是這樣 有一個園區 自然它就會孵化 有一個園區就OK 它自然就會慢慢會孵化 所以說 都失敗 沒錯 那文子館 我老實講 我發現你知道 以前在講宋廚儀 人家說宋廚看來看去 因為我發現它也比如說什麼證件 就是performance好 效率好 所以我發現 我倒覺得將來比政見政策更重要的是效率 performance 現在講的都是未來式 就是我們現在看不出來對不對 對 沒錯 你會不會支持世界主流趨勢下的醫藥分業 而不怕大多數醫師的反對 這是下一題 沒有啦我想醫藥分業是世界 是世界潮流該做就做嘛 這也沒什麼 會遇到什麼困難嗎 也沒什麼困難 我倒覺得那有什麼困難 醫藥分業是這樣 其實因為醫生收入太少 所以變成要去賣藥賺錢 所以說我倒覺得是這樣 這個醫生該 醫生該賺的錢說他賺得到 他也不屑去賺 用藥去賺錢 坦白講是這樣 所以這也是台灣整個 整個醫藥制度上面 有沒有 在健保制度上的一個問題 我們當醫生病來看病 你沒有給他打針吃藥 跟他收250塊 他也很不習慣 他覺得跟你講話 只要他講完話 也沒有打針也沒有吃藥 就要那 所以變成我們只要開這些藥給他 再賺個藥費 我覺得那是不正常的 健保給付制度下的產路 醫藥分位本來就應該做 現在做不了就是醫生給給給付太少了 變成醫生要靠藥來補貼他的收入 這是不正常的產路 了解 下一個問到的是幼兒教育跟照顧法的修法 第15條跟第18條的修法 他的問題大概有五六百個字 那就算了跳過去吧 沒有辦法 時間不多了 但得回答現在到這個 五六百個字 這個我不會回答 為什麼 題目念完就已經時間到了 所以你沒有看是不是 沒有沒有 因為沒有人家不可 任何不可能問到那一題 我們已經進度太快了 他的意思是說 對於這個修法之後 對於幼教工作者的權利並沒有保障 因為我不曉得他到底是要修什麼東西 所以你沒有準備到這一題 沒有 所以下一題你有準備到嗎 他說歷史建物保存問題 他說台灣只要一認定為歷史古蹟之後 他就會自然就是 對我知道 這怎麼辦 我倒覺得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那個 我們可以保障他的容積可以轉移 但是古蹟還是要保護 這是態度沒辦法 是 就是說你被盯住對不對 但你上面那些 我用容積銀行轉移一些利益給你 但是那個古蹟就是古蹟 你不能因為切錢要把古蹟燒掉或換掉 這不行 這沒辦法 因為古蹟 因為古蹟被燒掉是因為那地段的關係 所以他就會燒掉 這要儲問 沒有 古蹟是全民的 我最近去台北機場就有這個感觸 鐵路局虧本 我知道 但是鐵路局虧本 就要把台北機場的古蹟拿去賣掉 你提到台北機場 那你覺得這塊地怎麼辦 因為您剛剛提到很多公辦都跟人的問題 需要公有地 那麼大一塊地 接下來要BOT 沒有 那我基本上我不是很贊成 我覺得那個應該 應該全區保留 整體規劃 分區改建 做得到嗎 來得緊嗎 I do my best 這是我的政治理念 當然 我想政治上是有妥協 就是說 我主張這樣 阿穿到你出牌 大家再來妥協 我還是一句話 不可以因為鐵路局缺錢虧本 然後把古蹟拿去變賣 我不能接受這兩件事情 因為古蹟是全台灣人民的 不是台北鐵路局的 不是鐵路局的 到時候大家就會看帳面數字 就是KPI就是你可能欠 對阿我知道 但是還是那句話 鐵路局不能因為鐵路局虧本 把古蹟拿去賣掉 這偶爾要接受這種事情 你會堅守這件事 這是我的理念 偶爾要接受這種事情 然後你不會妥協 對阿 古蹟是台灣人民的 不是鐵路局的 了解 好 我想應該最後一題了 台北市如果要跟您的政治所說一樣 用太陽能發電的話 以核四電量來說 大概需要多大面積的太陽能板 在台北可行嗎 當然不可行 事實上我跟你講 太陽能板 其實太陽能板在台北市 不是一個很好發展的空間 因為南部效率會更高 不過是這樣 所以是這樣 這個能源問題 不是只有太陽能板 事實上那個整個節能政策 還是要做 而且事實上台北市 用電量最高是在夏季的中午 那個叫監控用電 監控用電可以壓下來 事實上我們 電在短期內 還沒有看出缺乏的問題 所以今天要解決那個 夏日監控用電 所以這個要讓台北市 不能變成一塊水泥叢林 這樣會太熱了 所以要讓台北市成為一個吸水的海綿城市 所以智慧建築 綠建築 製水 製風池 這些要很多措施 甚至那種 防熱板 隔熱板 讓台北市成為一個比較節能的城市 特別是不要在夏日變成一個 健風用電太高 這倒是 這倒是可以 這才是 在解決台灣 核能發電廠推以後 馬上要解決的問題是在這裡 所以你如果是要解決熱導效應 熱導效應 尖端用 尖端用量 但是我想整個節能政策還是要做的 但是就這題題目 你覺得這樣子在台北市其實不太可惜 沒有 台北市不是 就算Costed Effective不是非常有效率 這我們要不要承認 因為台北市不是發展太陽能很好的地方 可以做啦 但是不要期待太多 好 今天問到第25題了 然後線上現在有超過4萬多人 題目比較多 但是問題好像也不知道有沒有比較具體 這也會給大家公平 這是我們第三場 台北市場候選人的訪談 PTT鄉民有約活動 到現在呈現的三個候選人 跟你們直接的對談 我們也呈現了鄉民最想要問的問題 問題不是我們決定的 答案也不是我們決定的 但是看了之後感覺怎麼樣 你可以自己決定 在投票之前 請你去了解更多的政策 如果你真的要用這樣做決策的話 因為我們只有談到部分的東西 而且時間有限 希望有幫助你們認識這些 這三位候選人 謝謝候選人的時間 謝謝各位鄉民 掰掰 掰掰 感謝 各位